师父,就是上次有一个录音中说是地府的一个声音说现在你们的小房子都不够,是这样,但是呢,现在就是现在又就是菩萨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叫我们度人,就是现在要想成为菩萨的人,必须救度众生 师父,你像这个念小房子这个时间比例和度人的这个时间比例怎么如何去分配呢? 很简单,你首先,你自己度人就是要救度众生,对不对?好,那么你要救度众生的话,那你必须要度人 那度人你有没有这个能量来度啊?没有能量是不是自己要念经啊? 所以像这种,就是在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在积蓄能量,那也是有功德 很简单,为什么呢?你现在心中要想的,我今天好好地念自己的功课,我的目的是为了出去度人 那这个人所念的经文,全部都有功德 如果今天说,我今天念的这些功课,我是为了自己保保自己 让自己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好,你就是没功德 你只有善德,你只有善德,你只有说我求了菩萨之后,让自己身体好 你为自己求的嘛,哪来功德啊? 功德意思就是说,完全要出使心,发心,要完全是为了众生的 是菩萨的心,发心,那么这样才会成为一种功德 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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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